第五题,永恩利用物质的导电性来区分电解值和非电解值 他分别将六种物质,盐酸,蔗糖,酒精,氯化钠,硝酸钾,氢氧化钠,配成六杯水溶液进行诱涂实验 关于这六种物质溶于水后的检测结果,下列核足选项正确,圈,电解值,差,非电解值 就是老师上课要同学背的,我们的蔗糖跟酒精都是非电解值,要选的是差 而其他的都是电解值,要选的是圈 所以第五题,我们说下列核足选项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猪